在2017年创办的花莲独立书店海好书屋 从明泉路巷弄迁徙到水源街的社区 现在又因诸越的关系迁徙了 不过这一次迎来好消息 受花莲铁道电影员邀请 进驻了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 要重新开幕 空间更宽敞 环境更有历史风味 还带来多元的合作 让书店增加更多创意活动 以为园区创造新亮点 花莲独立书店海好书屋 在2017年创办 一度从明泉路巷弄迁徙到水源街社区 2021年落脚明里路 如今又因诸约关系被迫迁移 不过这次受到花莲铁道电影院邀请 2024春节后的首个周末 进驻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重新开张 空间更宽敞 环境多了历史风味 周末两天便邀请诗人谭阳住店 进行文学与艺术创作 就是很多朋友们都一直不断地口耳相转 我们要搬家的讯息 所以后来就是铁道电影院这边 就是有来邀请我们 进驻贡管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那就是非常高兴我们终于进来了 我们的那个市营运期间 我们就会办一些就是像 每年回来的抹香镜是花莲的一个原创的 独立创作的作品这样子 那绘本游戏的活动 就是说完故事之后会带一个小游戏 然后同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插画的原作展 那我们其实活动的部分就是 现在我们书店除了我们自己还好书屋以外 我们还有就是新增的一些合作的伙伴 那就是有有兽的睡眠时光 他是做捐印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 臺灣同志咨询热线的花莲小团队 那他们就是有在这边就是做一些就是 性别平权的倡导倡议工作这样子 铁道园区的大树和草皮 采光通风良好的历史建筑 散发着木头香气 夜晚北有一番宁静 除了长期经营的海洋性别书籍专区 新增铁路及电影艺术相关书籍 有能做小型展览的展墙 让亲子轻松共读的榻榻米汇本区 求备阅读馆长的喝茶区 我们希望就是这个空间就是 不管是大人小孩 或者是任何身体样态的人 不同的性别取向的人 都可以在这边感觉到一种自由 或者舒适的状态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很喜欢 就是有一个无障碍的空间这样子 对就是你不管是推娃娃车 或是轮椅族都可以进来这样子 那我们是小孩跟毛小孩友善 那你的那个小朋友就是 你有关照他 然后不要让他就是那个受伤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欢迎 而且就是毛小孩的部分 只要有细千绳 或者是有放在笼子里头 都可以带进来这样子 今天是市营运的第一天 那就是之后我们的营业时间会是 4到日的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那其实时间是蛮长的 一天有大概10个小时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欢迎过来看电影 然后听音乐 或者是说就是来我们这边可以看看书 终于实现书店无障碍空间 让推娃娃车的亲子或轮椅族 都能在店内畅行无阻 自在看书 也先将合作伙伴带来多元体验活动 期盼还好书屋4.0 为书店带来更多新的活力元素 也为提到园区医馆打造新的亮点 接着掌方眼环林师报导